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慑也摇摇一坠 他提出要把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改成双重威慑 一方面威慑大陆不能动武 一方面威慑台湾当局不要正式宣布独立 事情的本质是无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 还是中国可能武力统一台湾 都不是什么美国威慑失效的问题 而是美国背信弃义的结果 按照战略威慑的概念 实时威慑的一方通常以优势的军事力量为后盾 或者是通过一定程度的武力行动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使对方面面临无法陈述的打击的危险 从而产生畏惧心理放弃企图 当一个国家需要使用军事手段 配合政治外交斗争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 但又不希望发生战争的时候 通常实行战略威慑 以较低的风向和代价获得较高的效益 现在美国虽然是全球第一军事强国 但是在欧洲东部和第一岛链附近 军事力量未必占优势了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 美国的军事力量都不足以造成恐惧心理 特别是对中国来说 我们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当中 两次击败过美国 而那时候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 那要比现在大得多了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 早就起到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或许还没有能力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和美国较量 但是在东风导弹的射身以内 战而胜之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就大打折扣 严重退化了 至于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也是靠不住的 俄罗斯固然没有能力 像苏联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展开对抗 但是在前苏联地区 特别是在乌克兰 在距离莫斯科只有600多公里的地方 是不怕美国威慑的 在乌克兰问题上 美国怂恿乌克兰 违背关于东乌地区政治地位的明斯克协议 乌克兰不但要求加入北约 甚至开始讨论重新寻求核武器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反复发出警告 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虽然动用武力的选择是不是掐当 有待商榷 但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 是美国背信弃义 越过了俄罗斯的红线 即使美国和北约施加了严厉制裁和军事威胁 俄罗斯也不再犹豫了 在台湾问题上 中美建交之前就有共识 在上海联合公报中 美国承诺 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但是中美建交之后 美国从来就没有把三个联合公报中 关于受台武器的限制放在眼里 近年来 美国的政客们更是背信弃义 公然把台湾称为一个国家 怂恿台湾宣布独立 气焉至嚣张 连台独分子都感到害怕了 美国政府之所以还没有这么做 仅仅是因为入主白宫的每一任总统 都没有胆量承担这个历史后果 美国所能够施加的战略威慑 顶格了 也就是核大战而已 如果美国和台独分子真的越过了中国大陆同线 这样的所谓战略威慑是起不到作用的 既然美国有人讨论所谓的战略威慑 那么我们不妨给这个概念加进一些新的元素 无论战略威慑有多么强大 它的目的都必须是合理的 如果战略威慑是为了横行无忌而服务的 欺人太甚 超过了对方能够承受的底下 激发了宁死不屈之心 那么哪怕威慑背后有千万颗的核弹头 也无济于事 另外自从美国从阿富汗败退 从此不敢亲自参加战争 四处寻找类似于乌克兰的炮灰 美国的所谓战略威慑也早就褪色了 不如思量一下 放弃这种霸权主义的威慑心态 面对自己衰落的现实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